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937年年底 他在上海日军医院给日军伤兵治疗时 听到日军在南京大屠杀的暴行 更受到无比的惊吓与斩动 他越来越认识到日本侵华战争的不义与野蛮 越来越同行受苦受难的中国人民 1939年5月 左江沃阳子被调派到驻防南京长江北岸的江浦县城的日军部队中 任随军军医 后又先后被派到江浦县署的石桥汤全的日军据典中任军医 在数年中 左江怀着对中国军民的强烈同情心 不过日军禁令 始终秘密地免费为中国老百姓治病 甚至为负伤的中国抗日军人治伤 为了治疗一些中国重危病人 他常常把被日为严格控制的 当时十分稀缺珍贵的药品赠送给中国军民 日本投降签字仪式 1945年8月15日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左江沃阳子终于看到了他所疯恨的日本军国主义的彻底失败 看到中国人艰苦抗战取得了胜利 心中十分高兴 他几经考虑 决定不随被遣返的日军与日桥追国 继续留在南京 永远为中国人民服务 1945年9月9日下午4时 驻江浦汤泉据点的日军 奉命撤回南京城 准备回国 这时 正随日军撤退了左乡退卧阳子 悄悄地钻到一家中国人开设的小商店中隐秘 毅然脱离了日军部队 日军撤离中国以后 左乡在江浦 借助在一家活堂开 夜行一 不幸的是 他于1947年7月14日因故去世 许多了解左乡的南京人文芝十分伤心 柴木涵老人在回忆录中写道 左乡沃阳子在中国十年 始终见到了医生的天职 他是日军反动营累中的叛逆者 他是中国人民的朋友 对中国有着一份特殊的感情 左乡为中国百姓尽心治病 充分证明日本军国主义是不得人心的 也充分说明中日友好 是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 编辑 既我努学社青年会会员和青年返回邹虎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